也该用一件体内 调理脾胃虚单举是八段锦中的第三式动作 该动作可以单独练习 全部动作一左一右为一次 循环往复共做三次 练习者可以随时练习 调理脾胃虚单举的动作要点是 书胸展体拔肠腰肌两肩松沉上称下 而李脾胃虚单举这一式动作 通过左翼上之一从预警的上下对拉 可以牵拉腹腔 对中胶脾胃提到按摩的作用 同时可以刺激 位于胸脚部的肌肉 以及背部收血等 具有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作用 拔断井第四式 鲁牢七伤往后桥 拔断井的第四式动作为 鲁牢七伤往后桥 该姿势更远在于 调理人体脾胃 通过人体上肌伸直 脉拦扭转的尽力千张作用 来达到要么人体 如脏和六腑的目的 如来青山往后桥的动作特点 有在类似我们生活中 回头看的肌体运作 简单一学 效果明显 对肝肺肾等功能偏弱 或患有相关疾病的人群 具有良好的辅助康复作用 那么何为五牢和七伤 五牢七伤往后桥的健身原理又是什么 听在线特要嘉宾曲林颖教授正在讲解 武器宫的八段井的这一条呢 叫五牢七伤往后桥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会出现哪五牢呢 五牢到底是指南五牢 这个是在《黄帝力经》 宣明武器篇里曾经提到过 这人体专闻有五牢 第一条就是九世伤血 就如果你老看东西的话 那么一定会伤血 伤血就伤什么呢 因为肝肚残血就伤眼睛 伤神伤血 那么这是九世伤血 所以在这个动作当中 他一定会有一个眼睛要锻炼的就是过程 然后第二伤呢 就是五牢呢就叫九卧伤气 如果你老躺着缺乏运动的话 那么你就会伤人体的气机 因为肺主义生之气 那么你这个气呢老起 老起不来 那么也会伤你的气机 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情况非常严重 就很多人都喜欢熬夜 那么熬夜来了以后呢 有的人就来问我 就说什么呢 说那我夜里熬夜了 我夜里不睡觉 我白天睡觉 来补 可以不可以 我通过上午来睡 可以不可以 其实这样更伤身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人体啊 就是说一天也是有阴阳的 所谓一天的阴阳 就是白天都是为阳 然后夜里是为阴的 那么呢 阴呢就是说 当天地之气 就是终于是非常讲究天人合一的 当天地之气都收敛收藏的时候 我们人要顺能自然 也跟着他去收敛收藏 那么当天地气气都起来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阳气的运化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阳气的运化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就是开始 你也要开始工作 这是你跟天地之气相合的想 那么如果你老是靠夜里不睡觉 就是当天地之气都收藏的时候 你还在那生发 然后等天地之气都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偏偏要把人收敛收藏 那像这种情况下 你就等于不符合天道 不符合天道 那么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损伤 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某种损伤 然后第三劳就是久坐伤肉 然后伤肉是伤什么呢 因为中医讲皮主肌肉 所以伤肉实际上就是伤皮 你老做的 老做的呢 不活动 那么也会就是伤了你的皮 就像我们先前讲那个 有可能伤你的骨 伤骨就相当于伤肾 伤肾 因为你人体的思维 在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靠肾经调上去 然后来满足你的思维 和你的一些的那个 就是心理的变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有可能会伤肾 那么第五劳是什么呢 叫九行伤筋 就是如果你老走路 走路走的特别久 我们现在有人说锻炼了 锻炼一锻炼就没完没了 就说的 恨不得就说 我一礼拜只锻炼一天 然后呢 就这一天我就玩了命了 我非得走到个5000米 或者是5000里 什么之类的 或者反正是玩了命了 像这种呢 就会对人体的 什么有影响 伤筋 伤筋实际上 哪主筋呢 哪个脏器主筋呢 肝主筋 这样你就会伤肝 你就会伤肝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就说这叫五劳 五劳是指的什么呀 五脏之伤 就等于心肝体肺肾 这五脏全都伤 所以在这个动作 五劳七伤往后桥 这个动作呢 首先第一点 如果就是你通过往后桥 这个动作 首先第一点 可以调五脏 拔断紧致 五劳七伤往后桥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 重心升起 同时 两臂伸直 指尖向下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臂充分外旋 掌心向外 头向左后转 目视左斜后方 动作稍停 第三个动作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臂内旋 按于宽膀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 与左视动作相同 方向相反 该视 一坐以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到第三次 最后移动时 便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统于腹前 目视前方 如果从我们现在的 疾病史上来讲 角度来讲 这个有人就说 很锻炼颈椎 还有一点呢 就是后边 当扭转过去的时候 你后边自然形成了 一个夹脊 就是后边那个夹脊 那么这个夹脊动作呢 对整个的脊柱 以及膀胱筋的锻炼 都是很到位的 八段紧的这一条呢 叫五牢七伤往后敲 那么七伤又指的是什么呢 七伤实际上在中医里面 它指的是 太饱伤脾 如果你吃的太多 一定伤脾味 就叫太饱伤脾 然后大怒气腻伤肝 就是如果你经常的发脾气的话 也会伤肝 就大怒伤肝 然后久坐湿地伤肾 久坐湿地伤肾呢 这个呢 非常有意思 就是大家会觉得 哎 我现在不会没事 就做找一块水 我做下去啊 谁也不会这样 实际上久坐湿地伤肾是什么意思呢 就你老坐着不活动的话 有可能那屁股都塌出汗来了 那就叫久坐湿地 就是实际上 它指的真正含义 就是你老坐着不活动 对身体会造成损伤 然后呢 还有一条非常严重 叫过失冷饮伤肺 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过失冷饮伤肺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冷饮太过度的话 我们现在吧 就是你看又是凉茶 又是就是寒凉药 然后呢 又是冷饮 就是所有的问题 它都是偏寒凉的 那么这种情况 尤其青少年大量的喝冷饮的话 那么先是伤肺 伤肺就可能会造成 咳嗽啊 气喘啊 哮喘这些问题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伤 就可能伤胃 形成胃寒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伤 形成胃寒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比如抑郁症 抑郁症的问题就有可能产生 因为魏寒 在黄金丽经理谈到魏寒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魏寒的人呢 就是比如说 他会有一个偏抑郁的倾向 比如一进屋子 就把窗帘全拉上 他喜欢幽暗的环境 魏人与火 魏人与火是什么意思呢 就特别怕见人 魏寒就造成了抑郁的问题 然后继续往下寒凉的话 那么就是伤了肾 伤了肾那么就更加的抑郁啊 那么就会出现更严重的 比如幻视啊 幻听啊 或者是成年到晚怀疑有人要杀自己啊 那么就会更严重 大家别小瞧一个过时冷饮伤肺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怎么样呢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不喝冷饮 或者少喝冷饮 适度的饮用 这个是我们保持健康生活的一个关键 那么鼓劳气伤往后瞧呢 他对肺他就有一个宣开 当你把这个手手臂外展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宣肺的动作 就是一个宣肺的动作 而且还非常的挺拔 可以把这个肺的契机给宣起来啊 所以这是很很重要的一项啊 过时冷饮伤肺 这是气伤里边的第四条 第五条呢就是忧愁思虑伤心 就是如果你天天的静想没用的 然后或者是过度的就是 想法特别抑郁 想事情太多 或者太多管闲事的话 你也会伤你的心神 会好你的心神啊 甚至包括这种老讲课 也是大好心神的 就天天的说和不停 像领导干部一开会开一天 聚好心神 就特别特别的损耗心神啊 这个是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想养生呢 就是少讲课多养生 就是长闭嘴 这都是很重要的啊 那么呢 还有呢就是风雨寒暑伤心 就如果你穿衣服啊 不合适的话 那么就会伤形体 伤你这个肉身 比如说冬天了 小姑娘为了好美 就偏偏的不穿不穿棉裤 就成年到晚短裙长靴啊 但长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靴子 再怎么长 他就是很少有长过膝盖的 能够把膝盖给捂住的 而我们膝盖上 又是很少长肉的地方 所以呢 气血非常的薄弱 所以特别容易伤身体 伤关节啊 所以这就是风雨寒暑伤心 然后最后一条呢 就是恐惧不结伤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医里来讲 他在讲伤的时候 他说恐恐惧会伤身 那么这个恐惧伤身 在我们生生命当中 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 其实呢 这个呢 咱们可以拿西方的一句话 相反的一句话来对应他 西方就说 人越快乐 免疫力越高 就说你快乐的话 你免疫力就会增强 因为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西方人没讲 咱们用中医来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呢 越快乐 经脉就通畅 因为快乐 你的气就是通的 那么经脉就通畅 然后你身体就好 你消化吸收的能力就强 然后你肾经就足 所以呢 而免疫力在身体里 其实就说的 也相当于你的元气啊 或者是你的肾经足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人越快乐 免疫力就强 那么如果你不快乐的话 甚至经常的恐惧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会伤肾 而且一定会伤你的免疫力 因为你一恐惧气就凝聚住了 比如说我们一恐惧害怕 就那眼神都有点凝智 更何况我们的五脏六腑呢 他也会凝聚 那这种凝聚呢 就会形成气节气聚 然后呢 这个气节气聚呢 元气就要掉上来 破这个气节气聚 所以就久而久之就对 肾经和肾气的损耗就会非常的大 尤其当一些病啊 或者一些流性病来临的时候 那么越恐惧的人呢 可能就越容易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因为你知道你伤你的免疫力 免疫力低下了 所以你就特别容易染病啊 那么你要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 第一是把事情想通 第二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适当的每天都要习练 其实这花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每天一定要习练习练 这个健身气功八段井是五劳七伤往后桥 五劳七伤往后桥是八段井中的第四式动作 该动作可以单独练习 全部动作一左一右为一次 循环往腹共作三次 练习者可随时洗练 五劳七伤往后桥的动作要点是 头向上顶 肩向下沉 转头不转体 悬臂两肩后章 这一式容易犯的错误是 上体后仰 转头又转体 转头与悬臂不充分 正确的做法是 下额内收 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 五劳七伤往后桥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 外旋扭转的筋力千张作用 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朱脏腑 往后桥的转头动作 可以刺激颈椎大椎血 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疏血 达到防治五劳七伤的目的 在下期的健身气功系列节目中 徐碧面教授和气功专家将向大家详细讲解 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第五第六式 摇头摆尾去心火 和双手攀足顾肾腰 这两个动作将会帮助您平衡阴阳 锻炼肾脏 输筋火血 那么这两式的动作 蕴含了哪些健身原理 又该如何正确练习 而人体的心火又指的是什么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体育再现 学习完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第三第四式 大家可以利用这一周的时间 认真的揣摩和习练 在下期节目中 徐碧面教授和健身气功专家 将向大家详细讲解 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第五第六式 摇头摆尾去心火 和双手攀足顾肾腰 好 再来关注体谈的其他节目 5月16日 他姆斯杯和尤伯杯在马来西亚落下帷幕 虽然中国女队意外输给韩国队 没能连续第七次捧起尤伯杯 但中国男队还是不负众望 他们两胜韩国队 并且用三比零的绝对优势 分别战胜了马来西亚队和印尼队 连续第四次将双姆斯杯留在了中国 同样是小球运动 近日第五十届乒乓球世锦赛 已经在俄罗斯莫斯科开幕 对于中国南京主教练刘国良来说 带领已经16次举起四围四灵杯的中国男队 再次夺冠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于刘国良来说 让谁参赛却是让他最头疼的问题 从2010年2月5日到2010年5月12日 为了从八名选手中选择五名参赛运动员 刘国良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安排了五次选拔赛 终于确定了参赛名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